大家好,我是超哥,欢迎来到超哥大话体育 咱们说一下曼联和塞维利亚这个欧联杯八分之一决赛 首回合的这个淘汰赛 那么曼联呢,距离赢下比赛就差那么一口气 那么曼联距离打花塞维利亚就差那么一丁点的运气 这场比赛,拉什福德呢,是阴伤缺阵 那么前场呢,就是安东尼和桑乔在两边,萨尔特在中间 那么马夏尔顶在最前边 其实在我看来呢,这场比赛曼联是很有可能打花塞维利亚 就算你是欧联杯之王,那又能怎样呢 曼联前场的攻击组合状态特别特别好 后防还稳固,但是呢,就差一个但是 避废的门前射门被布鲁扑掉 那么安东尼的兜射圆角击中了力柱 所以说呢,2比0的比分保持了80多分钟 就从80多分钟以后 塞维利亚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一种神迹 他们在曼联的主场 在老特拉福德的球场 他们连进两球 逼平了曼联 那么曼联呢,带着这样的一个比分呢 如果说去到塞维利亚的主场呢 在我看来多少有点凶多吉少 但是相较于这些发生的事情 更让我担心的是利马的伤势 不能不说就是利马对于曼联来说太重要了 他真的是一个后防的大长 而且是后防的清道夫扫荡机 他的勇猛的封堵 他的勇猛的拼抢 他的卡位精准的这种防守 是曼联获胜的 曼联后防稳固的一大力气 而且利马还有插上进攻那种属性 所以说利马真的是太好了 不仅利马对于曼联队 利马对于整个阿根廷国家队 他都是不可或缺的 当利马带球受伤倒地之后 很有爱的画面啊 国家队的队友阿库尼亚和蒙蒂尔 是把利马抬下场的 但是我感觉呢 利马呢应该是赛季报销了 因为赛季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 就算是能养好的 也不要冒险 说一下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我感觉就是马奎尔 真的是一脸懵逼啊 就在91分钟的时候 你说眼界顶进个球 就砸他脸上了 没办法 曼联就被绝评了 其实这些呢 相较于利马的受伤 在我感觉都不是事 那么最主要最主要的 就是在马奎尔状态 如此懵逼的情况下 那么谁来顶替利马的位置 是不是 谁能出色的弥补 利马受伤所带来的这种空缺 之前呢 我认为就是曼联 他是很有可能 夺得这个赛季的欧联杯的 对不对 那么这场比赛 前80分钟 曼联打的呢 也真的是硬的那句话 优势在曼联 但是就是在最后的那十多分钟 比赛就迎来了这种逆转 而且雪伤加霜 他是立马的受伤 所以说对于现在 这支曼联来讲的话 第一 如何解决好客场打赛维利亚 对不对 这是一场必须胜利的比赛 因为你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优势全在塞维利亚 第二 如何弥补 立马受伤所导致的后方空缺 第三 马奎尔在打进这个懵逼的乌龙球之后 他还有没有信心继续为曼联战斗 他在后方线还会不会继续懵逼下去 马奎尔到底还值不值得信赖 这都是摆在腾哈赫面前的难题 所以说 有的时候你打杯赛 除了优异的那种实力之外 这个运气真的很重要 最后祝福立马 能够早日屠夫桂兰 好了 我是超哥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这边就聊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集完